我们目前应该是国内最早开始研发 同时唯一一家目前具备自主生产能力的厂家 因为这个算法在我们没有研发之前 全世界都是没有的 就是关于老人的跌倒算法 因为是没有人做过这个算法的开发 判断这个老人现在是否是出于一个 相对姿态是一个正常状态还是一个危险状态 那么如果是出于一个危险状态 也就是我们跌倒状态的时候 它就会及时地反应 这个过程大概是在0.18秒 气囊整体就会保护到位 那么从日常社会来看 目前我们很多老人觉得日常穿戴还是非常方便的 非常舒服的 那么其实打开的时候保护到那几个老人 其实也非常关键 他们的子女纷纷都是来打电话跟我们联系 非常感谢能够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候 能够保护到他的老人